花蓮市公所争取原住民委员会职业训练经费的补助 从3月初开始办理了烘焙食品技术室丙级训练班 市长魏佳贤在5月1号的下午 也特别前往关切学员们上课的情况 同时颁发了感谢状给指导老师 勤勉学员在老师专业的辅导之下 可以顺利的取得征兆 一颗颗大小相近的面团整齐排列在烤盘上 空气中更是弥漫着一股现烤出炉的面包箱 这是花蓮市公所从3月份开始办理了 烘焙食品技术室丙级训练班 学员们在老师专业的指导下 正在进行数科模拟加强烤前充斥准备 市公所有刊登这个机会可以来学习 然后就想说来学一下 刚开始就觉得很陌生 然后可是越做越习惯 就是上手了 感觉很好啊 对啊那都会去做这些面包了 市长威嘉贤在5月1号下午 也前往了花蓮高农 关切学员们的上课情形 并卷起秀制 亲自体验做奶酥面包的乐趣 大美跟花蓮高农 一起来做相关的合作 那也聘请到两位非常知名的一个老师 来教我们今天所有的学员 那这课程的时间也非常非常的长 那外面大部分要的一个售价 就是超过6千块以上的价值 那每个孩子还有我们的授课的学生 都非常的认真在学习 那今天也是一个 等于说是一个老师的一个评鉴小考的部分 那也看到说每个学员对于这段时间学习的过程里面 所呈现出来的一个成果 大家都是非常开心 而且非常具体 那从里面的内馅到外面的面包 都是由自己亲手来打造的 那我们真的非常感谢这些老师细心的指导 也谢谢学员非常认真的学习 那为了花蓮市工所会持续开不一样的课程 让每一个在原住民 还有我们不同族群的 各个族群的一些课程里面 有一些记忆能够增强的部分 我会努力的来开班 也欢迎所有的乡亲朋友有兴趣的 可以注意花蓮市工所的网站跟LINE的讯息 这次总共有25人报名参加 红北食品技术士丙级训练班课程 市长魏嘉贤也感谢原住民委员会提供经费补助 希望学员们在结训过后 能够结合地产递销的观念 将花蓮市农特产品与烘焙食品结合 增加产品的价值 也借特色烘焙打造出花蓮的新观光价值 记者 学历勤 花蓮市报导